大家在接种新冠疫苗时有没有一些小纠结呢? 今天为大家挨个解答 第一个是疫苗选科兴还是国药的 每个城市或者说接种点的疫苗来源 厂商都不一样,都可以选择 这两款疫苗都已经通过世卫组织的审查 国内还有国药的重组蛋白疫苗 康希诺生物的腺病毒疫苗 也已经经过充分的临床试验验证投入市场 第二是打完疫苗喝多了酒会怎么样 建议尽量不要喝酒 酒精会对一些疫苗效果造成不利的影响 比如说卡戒苗,肺炎,求菌疫苗等 因为酒精会抑制免疫系统 损伤呼吸道的粘膜 削弱下呼吸道上皮细胞的屏障功能 第三是疫苗是上午打还是下午打 什么时候有空就什么时候去打 第四是打疫苗晕针怎么办 打针前可以做一些自我的安慰动作 比如说冥想,深呼吸,瑜伽等等 打针时最好找个小伙伴一起 第五是为什么打疫苗打的是胳膊而不是臀部 打胳膊和打臀部都是肌肉注射 胳膊三角肌大,离淋巴结净 有利于吸收,臀部脂肪多,吸收相对困难 第六是打疫苗伸左手还是右手 哪只胳膊上的袖子方便玩起就伸哪个胳膊 第七是打完新冠疫苗第三针 效果增强十倍是真的吗 这是基于二期临床研究的数据 离我们还有三期临床试验 国家药监局的批准等等 有没有效还没有人知道 因此最要紧的是两针先打完再说 第八是先给娃喂奶还是先打疫苗 这要看你的娃是什么时候饿 如果已经打完疫苗也能为难 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 哺乳其女性接种新冠疫苗后 建议继续母乳喂养 我是徐医生 关注我了解更多 健康小支持 感谢观看